现实生活中,每个人三观不同,思维不一致,总会产生矛盾与纠葛,催生出无数的怨恨情绪,每个人的性格不同,怨恨的表现形式也各不一致。总结起来,一个人对你怨气很大,会有这七种表现,每一种都值得警惕,传承国学经典,点亮文化新灯,欢迎订阅国学新旅。 说话喜欢找茶,现实里正常的交流沟通应该是比较平和的,如果一个人跟你正常,那也应该是这种状态,如果一个人跟你说话时总是爱找茶,那么就说明他对你看不顺眼,当然个别时候。 也不是针对你,而是他本人,就是这么个格,看谁都不顺眼,那也就算了。 举个例子,我在公共场合,见过有些家长,拼命挑错自己的孩子,说白了,就是对孩子有怨气,那些孩子做错的事情,都是很小的事情,根本不值得小题大做。 这些家长,只不过是借机发挥自己的怨气罢了,还有的熟人朋友,甚至领导,说话总是阴阳怪气,这也不过是在发泄脾气,很少是就事论事。 不是你做错了什么天大的事情,而是他,就是在针对你,或者,他就是那个格,喜欢拿人发泄。 在这类人身边待着,人会非常难受,要承接很多糟糕的情绪,所以说,能避免这种,就避免,不要想着能改变对方,这很难,总是打击你。 现实里,如果一个人,总是对你一切的发展机会都持否定态度,那么说明,这个人要么对你,缺乏信心,要么就是故意拆你台,他对你不喜欢,所以不希望你过得更好。 因此,他积极从事所有拆你台的行为。 比如说,有些奇葩的亲戚,会使劲阻止小辈去读书深造,说一堆反对的理由,但是从来没看到小辈读书后的工作前景。 会得到什么改善,甚至飞跃,甚至有些奇葩的亲戚,会说很伤人的话,来打击小辈,表面是为人好,实则沾沾自喜,很高兴自己搅黄了别人的人生际遇。 现实里,不要跟这种一直打击你的人交往过密,你会变得很自卑,也会被他误导,多看一些客观的信息,对你更加重要。 总在背后议论你。 人都有嫉妒心,但有人会把嫉妒当成自身前行的动力,也仅仅是停留在羡慕的阶段,亦或者把对方当成一种目标,努力地朝前奔跑。 然而,有些人的嫉妒心却会让自己萌生恨意。 人一旦有了恨,就会逐渐地迷失自我,而且已经不单单是羡慕和嫉妒了,而是恨不得对方抓紧落魄,自己好去上前踩上一脚。 俗话说木秀于临风地催之,这类人就觉得自己像是一阵风,实际上就是一个笑柄,而且只会躲在背后诋毁你,让你的形象受损。 当然了,聪明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类人的把戏,但也有人会轻信,总之,这类人很可能会给你带来麻烦和困扰,所以尽量躲远一点为妙。 老话说,得好宁可得罪君子,也别得罪小人,这类在背后诋毁你的人。 说白了,就是典型的小人形象,既然惹不起,当然要躲得起了,切莫为了一时的胜败,影响了自己的一生。 见不得你好,网络上有个词叫做红眼病,这种人会因为别人取得了成就,而眼红极度,看到别人过得比自己好,心里会无比难受。 这种扭曲的心态,会导致他们很难获得快乐,人如果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,只会错过自己拥有的幸福。 一个极度心太强的人,不会从自己拥有的东西中获得快乐,倒是因为别人所拥有的东西而感到痛苦。 更有甚者,他们还会故意算计别人,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,比他们取得了成就还要开心。 一个被极度所蒙蔽的人,做事没有底线,他们甚至会做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事情,只要能让别人过得不幸,不惜自己吃亏。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,这种人的心态已经扭曲,他们无法理性地看待问题,过度地情绪化。 听过一个真实故事,在一个农村里,不少农民靠养只龙虾谋生,有的人看不惯别人养龙虾赚了钱,就会故意在对方的池塘里面投毒,这种恶毒的做法。 不会为他们增加半点收益,却能让别人一年的辛苦都复之东流。 在现实生活中,认知水平较低的人,他们的极度心往往特别强,因为他们所接触的人只有自己的邻居、同村的人。 一旦周围的人过得好,心里就会形成强烈的落差,人性不可直视,一个极度心态强的人,容易给周围的人带来灾祸。 经常挖苦你。 在人际交往中,我们通常会维护别人的面子,而不是让别人难堪。 如果一个人总是毫无顾忌的地打断你说话,那么很明显在他心中是不尊重你的。 他不会不知道,打断别人说话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,他只是看不起你,才会毫不顾忌地打断了你。 别人不把你放在眼里,你也不必把对方放在心上,当一个人对你非常厌恶时,才有这种表现,别再自作多情了。 要知道,一个人敢不尊重你,践踏你的尊严,说白了就没有把你当作自己人对待,对于这样的人,你也没必要真诚对待。 对你很是冷漠和敷衍,爱达不理,在乎你的人,生怕错过你的消息,不想理你的人,嫌你打扰而故意屏蔽那些不回你信息的人。 他们说的忙,其实就是压根不想搭理你,既然如此,你又何必再浪费你的一腔热情呢? 总是不搭理你的人,没必要再联系,免得被看清。 一个人越是讨厌你,就越有这个表现,别自讨没趣了。 何必要把自己弄得那么卑微呢?和一个压根看不上你的人交往,即便你付出再多,于他而言都是无足轻重,所以不要再热脸贴冷屁股了。 暗地里和你竞争。 职场如战场,自然少不了竞争,值得尊重的对手,会把你视作朋友般的对手。 只有竞争,没有极度心理,更没有所谓的恨意。 更愿意彼此都能够更上一层楼。 反观那些对你有了恨意的竞争者,往往会在背地里和你竞争,表面上一片和气,背地里却各种想要超过你,甚至不惜动用肮脏的手段,目的就是要比你更优秀,更受到赏识。 明着和你竞争的人,值得你去尊重,甚至还有可能在未来成为朋友。 而那些暗地里和你竞争的人,说白了就是极度心造成的恨意,很可能会使用小人手段,完全不值得你去靠近,最好抓紧远离这类人。 有了仇恨的竞争,本身就已经失去了意义。 你若是胜利了,肯定会给自己招惹麻烦和困扰,甚至到最后连工作都保不住,毕竟谁也猜不透小人的心思,唯有远离一点,才能避免被小人盯上。 当你足够强大以后,自然更没必要去打理这些小人了,处处跟你作对。 我们在生活之中与人交往,难免会遇到各色各样的人,有一种人最让人可恶,就是自己不努力,还见不得别人努力。 但凡看到有人比他努力,就会处处失败,一心想要看别人的笑话,这种现象自古至今都存在。 在清朝末年,南方诸省在平定太平军时,本应陆立同心,但由于官场腐败,各个势力心怀鬼胎,既患洪匪之乱,又怕别人抢攻,自己又无实力,所以就处处撤走那些努力的人。 这个努力的人就是曾国藩。 在清军江南大营被围歼之后,曾国藩的乡军就成了平定太平军的主力了。 同志元年时期的曾国藩已经是兵部尚书,两江总督,钦差大臣,督办江南军务,可以说已经是名符其实的江南土皇帝了,可是即便如此,还是有人处处与他为难。 我们看看,曾国藩是如何处理这种事的,曾国藩早年的理想是成为圣贤。 他说不为圣贤,变为禽兽,因此他愤世极俗,所以在处世的时候遇到那些世俗之人,不免四处碰壁,但他并未怨天尤人,行有不得,反求诸己。 他把这种逆境看成是磨砺自己的大好时机,从此世间便多了一位忠心名臣,同时他也实现了利得,利公利言三不朽。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时而脆弱,时而坚固,永远要理性看待。 当别人的怨气是因你而生时,一定要努力解决问题,而如果他的怨气是出于本能,我们大可不必理会。 只有在自己受到伤害时,可以拿起相应的武器捍卫自身的权益。 总之,不要因为对方心生怨气而过度讨好,这只会降低格局,还会使对方洋洋得意,至不同道不合的人不必再同行。 余生,我们应该珍惜那些与你真心相待的人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